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动 这次呀还真是多亏了你们 主要是时间太紧了 给您添麻烦了 对了 船上那两个小朋友帮忙多关照一下 第一次出眼门多少有些不放心 好的 都是一家人了 怎么还说两家话呢 你们两个 什么时候结婚呢 让我这个做叔叔的 早点喝上喜酒 杨叔叔 您说什么呢 杨叔 欢欢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好 我会照顾好他的 这样吧 等您忙完这一趟回来以后啊 咱们找个时间聚一聚 我和洛欢的爸爸 就把婚事给定下来 好啊 好 再次谢谢您啊 没有没有 给您添麻烦了 那就这样 别动 别动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分割成建筑砖材的棺果浮雕 金库里也发现了被盗的陪葬品 你的同伙已经全部落网 盗窃走私他们都交代清楚了 你说说月神之类吧 什么月神之类 丁生火你认识吧 算认识吧 有的时候找他帮点忙 介绍点道上的手艺人认识 我们抓到的苍蝇胶带 红魔是丁生火找他做的 真正的委托人 其实是你吧 那掌纹呢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这不是你们要的东西吗 丁生火找苍蝇不光做了红魔 还有一个掌纹 我说警官 你把我给绕晕了 我没让丁生火做什么掌纹 可两个东西是放在一起的 约好去取的是李淑婷 掌纹也是李淑婷 打算偷到月神之类的重要工具 你说这事和你没关系 月神之类不是我让李淑婷去偷的 李淑婷到了清城之后 他就没跟我联系过 那我问你 既然李淑婷很久没跟你联系了 李淑婷身亡 知道丁文杰身上有红魔的只有他 你们又是怎么盯上丁文杰的 我明白了 我被他利用了 说清楚点 被谁利用 丁生火 答应帮我做红魔 去安排李淑婷去去 其实就是故意把月神案栽赃给我 李安福跟我合作之后 故意制造出名案 就是为了让你们盯上我 什么狗屁合作呀 他就是为了把我卖给警察 他 你说的这个他 是不是被称作先生